林業署臺中分署最近在大雪山區 進行臺灣黑熊活動監測的時候 在一棵青岡栗樹上 發現到有四個直徑 大約是八十到一百一十公分 大小不一的熊窩 推測這是臺灣黑熊為了 究竟取失所搭建的 另外獄館處也發現 玉山園區的臺灣黑熊 有往東擴張的狀況 森林護管員發現 這棵青岡栗樹上 有四個以枝條編織而成的圓形區塊 隨即攀上查看 這樣的畫面 讓護管員看得相當振奮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臺中分署 最近在大雪山區 進行臺灣黑熊活動的自主研究監測 在同一棵青岡栗樹上 發現這四個直徑約八十到一百一十公分的區域 也都有黑熊取失過的青岡栗 推測這是臺灣黑熊 為了取失方便 所搭出來的熊窩 發現的熊窩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周邊有被折斷的樹枝枝條 窩裡面也可以看到青岡栗果實的立貌 那我們由現場的情況推測 不排除黑熊為了取食方便 而在樹上不同位置足窩的可能性 林業署臺中分署表示 大雪山和谷關七熊山區 都是黑熊的活動範圍 至於所發現的熊窩是短暫停留 還是長時間的利用 還需要有更多的觀測紀錄 而域館處也觀察到在玉山園區的臺灣黑熊 最近有往東部園區 甚至以萬的區域擴張的現象 針對黑熊做了很多的一些相關的習性 發現目前在這四月底當中 已經有發現八起在我們瓦剌米步道 出沒的一個情況 域館處表示 在玉山園區的黑熊數量 至少有139隻 光是今年四月底 十一起的通報案例中 就有八起是在瓦剌米步道 也就是花蓮、灼溪鄉的範圍 域館處除了加強和在地合作 進行舊商演練 也呼籲民眾能夠加強通報 減低人熊的衝突 紀錄林健身 王龍濤 綜合報導